我们知道物种会突变 交配也会带来性状差异 因此一个物种内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性状 当环境变化能适应新环境的个体 便能留下后代成为主流 继续繁衍几个世代 整个物种就具备了这个偶然获得的性状 虐蚊就是很好的例子 早期有效扑杀虐蚊的杀虫剂 DDT大量的被应用 让台湾可以根除虐疾 但是如今有许多的杀虫剂 对其他国家的虐蚊来说 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这是因为人类繁衍一代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而蚊子却只要三十天 因此对抗疾病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 这听起来昆虫演化出抗药性好像很快 但事实上跟细菌比起来 却还是小乌见大乌 中文字幕提供 举例来说 抗生素能快速地杀死细菌 只有极少数的个体 不受影响 但只要这些极少数的个体 能够存活下来 他们所有的后代 就都遗传了抵抗药物的性状 也就是所谓的抗药性 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地研发药物 才能够勉强跟得上病原体的演化 而滥用抗生素 助长了病原体的演化 则是现在医学专家非常担心的事实